当宋丹丹看到南美机场差点被掀翻后 才知道刘宪华为什么被称为国际巨星 在综艺花样姐姐中 刘宪华的加入让不少粉丝喜出望外 可其他姐姐起初并没有把刘宪华当回事 只把她当做一个十分有礼貌的弟弟 由于当时刘宪华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没有打开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 再加上这档节目不是在芒果台播出 所以没有什么人关注她 宋丹丹更是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名字 有人说宋丹丹蜀目寸光 可毕竟两人发展的领域不同 宋丹丹在文艺界和小品界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刘宪华当时刚出道不久 而且一直在国外发展 这种流行音乐宋丹丹一般很少会接触到 因此两人不认识也情有可原 直到节目组来到南美周路节目时 大家才意识到自己和国际巨星的差距有多大 当刘宪华出现的那一刻 整个机场瞬间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所有人都在高呼刘宪华的名字 即便是在国内最火的林志玲和宋丹丹 都没有遇到过如此狂热的粉丝 直到此时大家才知道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刘宪华在海外的人气竟然这么高 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 接完机后粉丝就跑到刘宪华入住的酒店彻底蹲守 第二天酒店附近就已经围满了人 只要刘宪华一出现 整条街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其他名媳都只有羡慕的粉 如此盛况就连陆寒都自愧不如 而真正让刘宪华一泡而红的 就是这首红遍全球的船 2013年 刘宪华推出首张专辑 而这首歌不仅罢评各国音乐榜单 之后更是推出了四国语言的版本 一时间成为了世界公认的音乐天才 此外 刘宪华还被李秀满称为 不需要粉丝也能过好的爱豆 不仅精通小提琴 吉他 钢琴等乐器 甚至还能交张一新编曲 不仅如此 刘宪华还曾翻唱过周董的神曲《明明九》 一开口就让方文山震惊不已 原来向往的生活才是我对刘宪华最大的经意